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說一個吃你靈魂的故事 男主角從小在有錢爸媽的呵護下愉快的長大 結果忽然他爸媽就不曉得被誰放火燒死了 於是悲痛欲絕的男主角立志要復仇 此時一個來自地獄的惡魔白芒男 跳出來問男主角要不要幫他報仇 而且報仇成功前他都會當男主角的仆人 條件是報完仇後 男主角要自願把靈魂獻給他吃 那男主角當然是馬上答應 而且把惡魔契約刻印在眼睛上 而是一定要刻在臉上的器官才行嗎 沒錯這樣他平常才能很中二的戴眼罩 接下來他們一人一魔 就在爸媽留下來的房子裡 過著同居生活 白芒男每天會伺候男主角的飲食起居 讓男主角可以當一個假殘障 而這個國家的女王常常會派手下十項男 來發布一些秘密任務 讓男主角去執行 因為男主角家四代都是女王的走狗 專幫女王幹一些見不得人的事 欸那這樣說起來怎麼覺得 你家會失火還真不意外耶 這天男主角帶著白芒男 來幫女王調查一起 智障警察都破不了的 殺人多子宮連環多命案 而男主角靠著白芒男的惡魔超能力 隨便就找出了兇手 竟然是男主角的阿姨 以下簡稱他為阿姨女 那阿姨女會幹這種事 是因為他懷孕後出車禍 肚裡的孩子跟老公都掛了 他子宮也被切除了 所以他生不了孩子 憤世忌俗 決定要消滅其他女人的子宮小姐 我看你理由可以再智障一點啊 你乾脆說你便秘拉不出死 也想消滅其他人類的腸子好了啦 而專門回收死者靈魂的死神 吃飽男 因為吃飽撐著沒事幹很閒 又覺得一直殺人多子宮的 阿姨女很帥 所以決定協助他行動 讓警察抓不到他 而被發現身份的阿姨女 不忍心殺直指男主角滅口 所以吃飽男覺得他這樣很不帥 就反過來殺死了阿姨女欸 果然是吃飽撐著太邪 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幹嘛嗎 接著死神小隊的隊長 也竟然跑來道歉說 他沒有管理好死神 並表示自己會把吃飽男 帶回死神基地懲罰 你是不是覺得 蛤 這一段是在幹嘛 這一段就只是要讓死神出場而已啊 接著男主角常常在執行秘密任務時 都會遇到危險 但我們的惡魔白茫男一定會及時出現 解決所有危險保護男主角 避免他死亡 因為男主角要是死了 靈魂就會被死神帶走 那惡魔就吃不到靈魂了 接著男主角被派來一個小村 中調查一起狗神殺人事件 但他們發現村長都對他的女僕女很兇 所以馬上懷疑 其實是村長在裝神弄鬼嚇人而已 結果村長就被狗神殺了 原來真的有狗神哦 但沒差 白茫男馬上用惡魔超能力 成功收服了狗神 但狗神究竟哪來的咧 你等等就知道了 壞人會自己出來解釋 接著男主角又被女王派去調查 連環少女失蹤案 發現失蹤少女都不曉得被誰改造成人偶 白茫男也用惡魔超能力 讓變成人偶的少女恢復正常 然後男主角又跟白茫男破解了料理比賽中 一堆人吃了奇怪料理以後 發瘋亂殺人的恐怖事件 白茫男也用惡魔超能力 讓發瘋的人恢復正常 現在是怎樣 在演偵探故事哦 還是漫威之惡魔崛起 這天男主角又被女王派來調查一個神秘宗教 結果他馬上被這宗教的教主掐住 於是白茫男又跳出來救人 接著教主變身成 剛剛狗神村村長的女仆女他表示 那這是天使哦 然後他抓著男主角 瞬間移動傳送到了死神的基地 啊天使能輕鬆去死神家是怎樣 他開始解釋來龍去脈說 狗神和少女變成狗 和料理發瘋殺人案都是我幹的唷 我做這件事是因為 我們天使族打算進化 生的人類 啊你們家族特別張 所以進化從你開始 原本想要直接殺了你 小喵 髒人都殺不死你耶 啊小姐你們是怎麼判斷哪個人類比較髒的 介紹一下好嗎 而且你看起來很強啊 一開始就直接搞男主角就好了嘛 到底是在忙什麼啊 接著女仆女從死神基地偷走了死神 才有的記憶修改器 他想說殺不死男主角 就乾脆修改男主角過去的記憶 讓他忘了想報仇的惡念 這樣就能進化了 我懂了 天使跟死神一樣一定都吃飽太鹹 你知道我們人類有幾十億嗎 這樣進化要搞多久 但男主角很堅強 他死都要報仇 所以憑著意志力對抗了記憶修改器不被修改 此時白毛男跟一些死神 當然趕過來要抓女仆女 接著一群人 而不是是一群生物又傳回教堂 開始大戰 讚美兩下女仆女就打出自爆死了 之後男主角被女王找來談判 女王表示 他老公病死時 他很難過 剛好有一個天使出現說 可以讓他的身體跟他老公的身體結合 他感覺像能永遠跟老公在一起一樣 而且還可以變年輕水 女王就答應了 而兩人一體是能幹嘛 既不能對話也不能交配啊 接著石像男就跳出來說 對我就是那個幫女王跟他老公身體合成的天使 而且是我派女王殺掉你父母的喔 因為他們太髒了 我們天使要淨化人類喔 到底幹嘛一直針對男主角他們家啊 剛剛的阿姨女也滿髒的啊 怎麼不去淨化他咧 解釋完 當石像男打算殺男主角淨化他時 白毛男當然敢來支援 所以石像男就跟女王撤退了 但晚上石像男弄死了女王 然後控制男主角家的狗神 到馬路上亂噴火 打算殺光人類 你不覺得你去控制軍隊放核彈殺比較快嗎 最後當然就是男主角 叫白毛男去殺死殺父母仇人的石像男 然後石像男就被打敗自爆死了 變成一個天使石像 完成了男主角的復仇大忌後 白毛男很開心帶著男主角到神秘的小角落 準備吃他靈魂石 忽然一個惡魔莫名其妙男 不曉得是怎樣的跳出來偷走男主角的靈魂 跑了害男主角變成植物人 此時立一邊在一個鄉下小村莊 小屁孩男跟他弟弟 就是弟弟男在這相依為命 而他們總是被村民欺負 所以小屁孩男立次要殺光村民 欸欸天使足的看到沒 要淨化就先淨化這種偏激的屁孩啊 於是弟弟男為了完成哥哥的心願 他跑來跟惡魔感動女 先惡魔契約他 要感動女幫他殺光村民 惡魔真的是滿街都是欸 感覺惡魔很廉價喔 感動女一看很感動 沒想到這兩兄弟之間的感情那麼偉大 所以就幫忙殺光村民 然後吃了弟弟男的靈魂 所以這是一個一堆生物無病呻吟的故事是嗎 是沒見過兄弟情喔 到底感動什麼啦 之後流浪的小屁孩男 被富貴男抓來玩弄 造成他的心靈更扭曲了 那惡魔最喜歡扭曲的靈魂了 於是剛剛偷走男主角靈魂的莫名其妙男跳出來 故意說弟弟男是被白盲男殺的 問小屁孩男要不要請他幫弟弟男報仇 於是他們兩個傢伙就簽訂惡魔契約 莫名其妙男就當起了小屁孩男的仆人 還幫忙弄死了富貴男 讓小屁孩男假裝是他兒子 繼承了富貴男的財產 接著感動女也跑來當小屁孩男的傭人 因為他想找機會吃了小屁孩男的靈魂 讓他體內的弟弟男靈魂 能跟心愛的哥哥重逢 欸惡魔是不是只想著如何吃好吃的靈魂啊 是豬嗎 比起來的話天使族的進化人類目標還比較遠大勒 這時白盲男混進來小屁孩男 家搶回了被莫名其妙男偷走的男主角靈魂 總算讓男主角醒了過來 蛤都過了很久了欸 男主角屍體還沒腐爛喔 但重新獲得靈魂的男主角卻失去了記憶 他忘記自己已經完成了復仇 所以沒辦法自願把靈魂獻給白盲男 白盲男真的很無言 他感覺一直被搞 於是他只好騙男主角說小屁孩男就是你的殺父母仇人 他打算讓男主角再復仇一次 這樣完成復仇 他在吃男主角扭曲的靈魂才好吃 你們要吃個靈魂真的好辛苦喔 而小屁孩男因為前面被莫名其妙男騙 所以也以為白盲男是他的殺弟兇手 於是他約男主角過來談判 然後派莫名其妙男去殺白盲男 而男主角也趁機想殺小屁孩男 結果小屁孩男打出受傷 要被男主角刺死時 莫名其妙男趕來阻止 卻意外吃到男主角的血 他這才驚覺原來男主角的靈魂好像也很好吃 他好想要得到男主角 所以你一開始不知道男主角靈魂好吃 就搶他的靈魂是幹嘛 莫名其妙欸 而白盲男也帶著男主角撤退了 小屁孩男受傷醒來後 發現他的莫名其妙男 似乎有點藐視打出男主角的自己 所以他馬上就感動女 在他去找男主角 想再打一次證明給莫名其妙男 看自己不是廢物 喔很不老實欸 乖乖承認你是廢物就好了啊 果然在路上小屁孩男就三口裂開 要痛死了 所以死神吃飽男也敢來回收他的靈魂 感動女一看就不爽了 休想搶靈魂 於是開始跟吃飽男對打 而小屁孩男趁亂逃走 結果被野男圍住 此時莫名其妙男當然是跳出來救他 小屁孩男好感動 抱著莫名其妙男說愛他 結果莫名其妙男就不開心了 愛上惡魔的靈魂最難吃啊 所以他就不想吃小屁孩男靈魂的殺了他 把他的靈魂封印到一個戒指上 痾...千人約可以這樣 隨便就毀約殺主人喔 然後他趁男主角跟白茫男分開的一個空檔 派人把男主角抓來做改造 他要把小屁孩男的靈魂灌入男主角身上 造成男主角產生錯亂 在洗腦他讓他以為自己是小屁孩男 然後跟他簽新的惡魔合約 再放他完成一個任務 這樣他就能吃到完美的男主角靈魂了 所以惡魔跟殭屍一樣 就是沒來由 想吃人類就對了 吃的部位不同而已 而白茫男吃到後 當然跑來跟莫名其妙男對打 想搶回自己的食物 打一打莫名其妙男就被插死了 此時小屁孩男的靈魂 反客為主的搶了男主角的身體 而被封印在自己身體裡的男主角靈魂 卻回想起自己失去了記憶 這時一直沒出生的感動女 終於出生了 他趁機跟搶著男主角身體的小屁孩男說 我也是要磨憂 我跟你弟簽過契約 他的靈魂在我體內 而我愛上你弟的靈魂 你弟又很愛你 所以你要不要也跟我簽契約 完成任務 要把靈魂獻給我在我體內跟你弟團圓 而搶著男主角身體的小屁孩男 一天果斷同意 但他的復仇計劃是 他要讓白盲男跟莫名其妙男 都得不到男主角的靈魂 於是感動女就把男主角變成惡魔 因為惡魔吃不了惡魔的靈魂 蛤 變惡魔那麼容易唷 完成任務後 他也順利吃掉小屁孩男的靈魂 然後抱著莫名其妙男的屍體 自殺殉情了 蛤 又是怎樣要自殺啊 真的是一直無病身影欸 最後白盲男不但吃不了 惡魔男主角的靈魂 還因為有跟男主角身體簽約的關係 必須要一直當他仆人 從此他們一起浪跡天涯 欸 啊你就學莫名其妙男 隨便毀約就好了啊 根本就是一個想被男主角奴役的小賤貨吧 反正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我們明白 如果你覺得你時間很多 吃飽很閒 不曉得要幹嘛的話 那你就一直無病身影就行了 因為這樣真的滿能浪費時間的喔 咳咳